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Luna 你可以叫我阿比丘 希望滋养心灵 希望我这个账卜可以带给你们一些希望跟方向 好 今天我们的账卜主题呢 我们会看一下 近期有什么东西 什么人事物 什么好的事情 会带给你一些惊喜哦 OK 我们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期待的呢 今天我们有四个号码 你可以选其中一个号码 17号 就是看这个筛子 17号 6号 10号跟2号 17 6 12号 然后这里我们有四个女神 OK 你可以选择女神或者号码 这个是Kadija 这个是Pope John 然后这是Fregia跟Fatima OK 我们这里有四个女神 你可以用左手放在牌卡上面去感应一下 OK 我先给你们一点时间去选择 你们的牌卡或者号码 你们选择你们的牌卡或号码了吗 如果你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你们可以按一下暂停 那我就会先看一下选择17号 Kadija的你们 选择17号的朋友们 或者你们选择了Kadija这位女神呢 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感到惊喜的在近期 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期待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女神Kadija她是一个mother of believers 就是信仰者的母亲来的 她是一个充满很多的灵性 然后她的经济是非常的丰富的 她有办法为自己提供天堂与heaven and earth 就代表就是天堂与人间的这个正面正能量 跟自己的生活 不管是在经济上面有办法去提供给自己 当然她也是在灵性上面也是有很高的悟性 所以这个女神呢是讲说就是近期有什么 你可以感到惊喜的 就是她是跟灵性跟金钱有关嘛 所以可以代表近期你们可能在你的事业金钱上面 会受到一些惊喜 也可以代表在灵性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突破 给我们先看一下那个雷诺曼牌卡 有什么近期可以期待的事情呢 好钥匙的牌卡 鸟儿的牌卡可以象征着就是可能你们会发现一些事情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个关键对你来说在目前为止是蛮重要的 尤其是跟人家聊天啊 跟人家商量商讨啊 这些好像可以让你发现到一个重要 或者找到一些重要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或者你说到的这些交流的一些信息 是一个全新的信息跟交流 也可以代表透过你聊天 你可以开阔你的人际关系 会有一个新的人即将进入你的生活 所以它是很关键的 然后可以代表成功的交流 成功的沟通 这个物质的牌卡可以代表就是有人可能会去你的家 然后会跟你聊一些东西 非常重要的东西 然后你会从中获取很多 很多的知识或者很多的资料 或者也可以代表就是会学到一些东西 对你来说这个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是个关键 也可以讲说如果你们近期要买房地产的话 其实是蛮不错的 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们要买房子的话 或租房子 你错到鱼的牌卡就代表就是像我们讲的 就是Kadija 它讲述的就是跟金钱有关 所以你们近期 钱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然后 如果你们是要买房子的话 也会有这个机会去借到那笔钱 会买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房子 那个风水也蛮不错的 因为这里我们讲说屋子 所以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这女子的牌卡 这里讲说近期你们会有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运气 所以你们的运气其实会一直持续很久 至少一年以上 所以这里讲说这个好运呢 会带给你一些新的东西 可能新的房子 新的住家环境 或者新的机会 新的金钱 金钱可能会有一个项目给你 也可以代表就是新的灵感 新的感受新的体验 这跟事业有关福利的牌卡 可以代表就是你学习到一个新的技术技能 或者就是发现到一个新的职业 新的事业新的岗位 都看起来蛮不错的 你们在跟某一些人交流交谈 而这个交流交谈会给你一些很稳定很稳 很稳定的一个生活 或者就是可以代表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工作 然后你会有蛮多选择的 只是有时候运气来是有啦 你们近期的运气其实蛮不错 只是问题是有时候啊 运气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给自己压力咯 这是最重要的 人就是有时候是蛮纠结蛮矛盾的 就是你的运气很好 你应该去感激跟感恩 可是这里讲说你一直 不要啦 不要过度的担忧啊 或者焦虑啊 或者压力大咯 我这里讲说你在给自己不必要的压力啦 所以这个你需要留意一下 压力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可是你是靠跟人家交流而得到了这个机会 所以不要害怕跟担心人际关系 因为人际关系可以解决这个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就去解决就好了 对因为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 是有很多人想要跟你当朋友 想要帮助你 对你是忠诚的 然后你可以信任的人 只是你有点过度担心 因为你害怕人多的地方 还是害怕跟人很多人 很多新的人交流啊 或者就是有时候有些人 还是你们有当中有些人就是 因为运气一直不怎么好 所以一旦运气变好的时候 会过度的担心会觉得就是会不会失去 会不会就是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问题跟麻烦跟压力 我运气好我要怎么办什么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担忧是什么 因为在这方面我真的很难理解 这个这个这个从对哦 可是牌卡是讲说就是那个运气来了 可是这个运气来了之后带给你一些压力跟问题 可是这个压力跟问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因为凡事就是如果有问题你就去解决就好了 可是这里讲说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 OK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 惊喜 还有可以期待的事情 OK这张牌卡是代表就是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极大的变动 这个变动是必须的 可是很震撼 很震撼 是讲说就是让你放下一种过度的保护一些事情 你需要放下旧的思维模式或旧的东西 这样子你才能迎接一个新的东西 而这个新的东西就全新好运 所以改变是必须的 所以也是放下一些吝啬的一些习惯 吝啬或者过度保护的一种习惯 就是你一直紧紧握住的东西 你要学会分享学会放手 因为前必是逆位就代表就是不想分享 不想放手 可是你越是这样子的话 你越是得不到这个好运 所以这讲说就是也可以代表放手一些 以前的习惯旧习惯是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 你的惊喜就是很有可能你放不下一个旧的模式 所以你会觉得刚开始你会觉得你好像失去 可是这里讲说如果你不放手的话 你怎么得到新的好运呢 因为这里讲说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运势不怎么好 那为什么你不要放下那个不好的运势而迎接好的运势呢 对不对 所以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你会觉得就是有一种错觉 就是好像你失去 可是不是的 因为你需要有一个转类点 那个转类点是需要时间 这个时间就代表就是你可能需要平衡你的金钱 你的感受 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要拿捏你需要平衡 然后好像在忙着有点手忙脚乱这样子 可是你你会达到一个平衡点 这样子那个转类点会使你有一点忙 我们你看有死神的拍卡是讲说就是你一定要 某一方面经历某一方面的死亡 这个死亡不是讲说就是真的死 只是讲说就是你需要放下结束某一个东西 死神的拍卡 它好就好在就是呢 它代表结束和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你一定要放手 不然你一直处在这个循环当中 你就没有办法迎接来这个新的好运了 尤其是跟金钱跟灵修有关的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放下旧的思维模式 这样子你才能就是拥有新的信息 而这个信息会推动你做出一些很很热情的东西 你充满热情充满活力的一个东西 你急不来的这个过程这个转变是急不来的 我们有战车逆位你别冲动 就是需要一个转捩点 这个因为可能它的转变可能你很难适应 可是又需要时间 所以你觉得你好像失去了一些东西 或者失去了所有 不要把这个负面想法带入你的未来 因为我们就是要给自己更多的希望 要正能量 这样是你的未来才能改变嘛对不对 这里有讲说就是你好像有一点觉得就是 我好像是找不到突破口啊 还是被绑住啊 还是我的运气不好啊 还是就是好像还轮不到我啊 然后我不知道这里有一点好像在自我自吹自连的那种感觉啦 不要有这种想法 这里讲说就是不是的 因为这里讲说就是有一个东西需要真的结束 所以你结束并不代表失去啊 给我再重复一遍 结束并不代表失去 正义就代表就是 如果你觉得之前有一些很不公平的东西 它会变成公平 如果你对不起别人的话 这里也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它也是在衡量就是你的因果跟 应该讲说不是因果吧 因为我们宇宙法则里面我们有两个法则 一个是因果法则 有因就有果 你做了什么你就会有什么结果 给我们做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子 当然有另外一个法则就叫做赔偿法则 赔偿法则跟因果法则是不一样的 赔偿就是呢 你拿了什么你就要还回什么 你拿别人的能量你就得还回别人的能量 你拿别人的钱你就得还 你并不代表就是你一定就是需要还这个人 这个你拿的这个人 可是在生活当中你会流失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公平公正 如果你觉得别人拿走你的东西的话 在近期你的好运就是呢 你会被补偿的 就所谓的补偿法则 如果你们是在担心跟法律有关的打官司 跟合同的纠纷什么的 这些都会看起来蛮不错 对你来说在近期啦 如果你觉得被冤枉 因为前好像上个星期还是前个星期 我做我跟我的学生做了一个直播嘛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直播里面有一个观众 有一个朋友你们留言 就是你们被污蔑 有一个他讲说他被污蔑嘛 偷东西 老板污蔑他偷东西 可是他实际上没有 这里讲说如果你选了这个号码的话 这里讲说就是近期 这件事情是会有转变的 不用担心 我们看一下 当然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有直播 你们也要去收看我的直播 因为如果你们到我的直播的话 你们可以留言你们要的主题 我会选择第一个主题 然后我为你们占卜 好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这里讲说就是放不下嘛 你需要放下你这里讲说你放不下的话 你怎么你不放下你的衰运你怎么吸引来你的好运呢 好这里我是看到就是这个教皇的牌卡 因为你有一个传统或者习惯 还有就是可能就是你的家庭背景啊 跟就是你成长的这个文化 还有就是这个成长的结构啊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影响了你 所以这个变成就是你很难放下 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嘛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你近期的惊喜就是需要放下了 这个好运要来了 可是你又放不下怎么办呢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不想合作 觉得我失去了全部 这里讲说就是不要就是那边负面情绪啦 ok 恋人的牌卡可以代表你有很多的选择的 不要只是看着这个倒掉的圣杯 因为这后面有两个圣杯嘛 就是好的东西给你 就往回看 其实还蛮多好的东西 你看太阳的牌卡最后一张牌卡 你把事情想的 比你想象当做还要糟 就是自己 所以有时候很需要就是 自我 自我放下吧 因为 我打坐的时候我刚开始呢 没有小时候打坐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烦恼 是长大之后打坐有很多的烦恼 然后会会开始就是反省啊 可是反省之后你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问题 然后一直在那边循环循环 可是到了某一点就是你烦恼累了之后 因为你想太多了也会累的 懂吗 因为你是处在于这种不安的感觉啊 因为你自我反省嘛 ok过后你就会感到有点不安 就觉得啊是不是这个做的不够好 那个做的不够好 这个我做的什么 那个做的什么 所以自我反省 自我反省 可以一点时间自我反省 可是最后我们最终还是要走到放下这件事情 你能够放下多少 你就能够吸引来正能量跟正面的东西跟好运哦 然后我们就是要迎接来就是这个好好东西 就是你的金钱状况会改善啊 灵性上面有突破啊 灵性上面突破了之后你的能量磁场变强啊 你整个人看起来气场很强啊 然后你的磁场能量变强了之后 我们拥有什么吸引力法则 因为我们宇宙法则里面有所谓的振动法则 所以你的振动频率提升了之后 它也会影响到你的周围 所以你影响到你周围的话 你变成你能够去吸引来你想要的 ok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的吸引力法则 我的IG里面有 应该是好几年前在上传免费的 ok在上面上面有 12个基本法则在里面 只是你们需要往下滑 找到那个信息咯 不然就是你们加入我的会员 我里面部落格里面有放 好 不管怎么样 所以讲说你的好运呢 是会 是会 是会来临的 这里讲说正能量 好运 转变 成功 嗯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爱我拍卡有什么信息想要告诉你 在灵修上面 平衡你的生活 对不对我刚才就讲了你在平衡你的生活 钱必饿嘛 嗯 嗯 还有就是现在我的爱我拍卡有大简介啊 你们可以去买 因为我要清货 嗯 我在年底的时候会开发一个新的 新的东西 所以我想要清货我的爱我拍卡 如果你们要买的话 现在在 现在有一个大简介啊 可以你们可以去我的网店 以下说明框框里面点一下去找 好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创造的力量在你灵魂深处 为什么创造的力量在你灵魂深处呢 因为我们是创造的小孩 创造就是宇宙的根源 那个根源就是创造 他创造这个星际 他创造这整个宇宙 他创造很多的平行宇宙跟平行时空 他也创造了地球跟所有的动物跟人 包括你跟我 所以我们全部的人 全部的动物 全部的植物 全部的生命 全部的星星 全部的星际 都是 都是创造 我们属于创造 那是创造的延伸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你 灵魂深处是有创造的力量 而创造也是蛮高的一个频率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创造的力量是在你的灵魂深处 如果你想要创造出你的好运的话 你首先需要先放下 OK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下一个牌卡 感激你所拥有的 对啊要有感恩的心 这样你的能量就会提升啊 然后花时间沉浸在大自然中 你会示范你消极的态度跟负面的情绪 然后这里呢我们有认清自己并不完美 对咯可能你们真的是有在自我反思 可是有点做的有点过了 所以要知道就是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优点 可是我们也要接受自己的缺点 你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放下你的仇恨 好我希望就是这个账卜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咯 那我在这里祝你们开开心心 然后心中有希望跟光芒咯 那么下一个我们会看一下选择6号的朋友们 选择6号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 近期有什么东西会让你感到惊喜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惊喜即将来临啊 然后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期待的 你们选择了 Pope John OK Pope John呢他其实 他出现在塔罗牌的一个象征当中 他不是讲说这个塔罗牌 这个大阿尔肯他象征着 就是完全是象征 Pope John only 他不是OK他有一个这样的象征 而Pope John象征的就是女祭司的派卡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深的话 我的职业课程占卜课程有教了 可是基本上是讲说就是这个女祭司 他本来就是需要女扮男装 所以他才能变成就是一个教皇 可是过后他们发现他是教皇之后 他们就处使他 这就是Pope John的故事 可是呢他也是一个充满很多的正能量 很多的希望带给女性很多希望的一个女生来的 所以他是一个充满想要告诉你就是 你生活当中也是充满很多的可能性 因为在他的这个年代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呃女性是没有办法就是 拿到或者就是坐上更高的位置 可是他看到了这个可能性 所以他坐上了这个位置 所以他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跟希望就是 期许跟愿望就是呢 我可以我要如何办得到 他会看可能性 OK 所以这讲说他相信就算我是女性 机会是无限的 就算我是女性 我的灵魂是无限的 我有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女扮男装变成了一个教皇 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象征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你近期有什么惊喜呢 基本上就是讲说你的 你的机会是无限的 你的灵魂也是无限的 所以不要约束你自己 不要局限你自己 OK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6号的朋友们 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呢 在近期 链刀 女子 这里讲说就是 嗯 链刀可以代表放下或快速做出一些行动 可是这里呢 我们讲说快速做出一些行动 在情感上面可能有一种孤独的感觉 或者心里上面会有一些焦虑担忧 压力或者害怕自己做错事情 可能会心里面担心就是会有一些混乱的现象 担心就是问题的产生啊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 嗯 也可以代表就是你们有些人 想要离职 想要离开你的公司 或离开一个机构 这是原有的能量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下一个是什么状况啊 可是你近期的惊喜就是呢 你 你好像 近期你的惊喜就是你回归到 比较天真 不想要有这么多烦恼了 因为可能这个烦恼在压垮你了 所以这变成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变好了 你开始就是多走动啊或者就是 多运动啊或者多出门呢 可能是做交通工具可能是运动也说不定 就是多一点出外出的一个一个这样子了 然后这对近期你的惊喜就是你的身体健康非常好 然后你们可能在学习有关运动啊交通工具啊身体健康啊 就是整个就是在身体上面想要身心灵上面想要健康 所以你们在这方面也是在学习就是情感是什么感受是什么直觉是什么 然后也是在学习嗯大众大部分的人的的感觉是什么 我就是大大事上大众喜欢什么大众的走向是什么就是人多的想法是什么啦 OK应该是这样讲 然后也可以代表就是你们可能在学习有关呃直觉感受或者艺术相关的东西 然后占星也有可能 占卜也有可能 OK这里讲说就是 就是你把你的压力转换成学习的心态 然后奠定了你的基础跟你安稳的将来这是我看到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有一个可能会对你的工作将来会有极大的帮助 太阳的牌卡代表就是放下这个焦虑的心态 然后变成比较正面一点 有什么东西比你正面的心态更重要呢 你看就是自我鼓励看到自己无限的可能性 Pope Jones就是在讲这一点 Pope就是教皇的意思 Jone就代表就是他的名字嘛 所以你要当一个教皇 在以前他的权力是很大的 更不可能让你一个女性去当 所以他看到了这个可能性 他去女扮男装去当的 然后他做出了不可能的不可能 OK所以这里讲说你也有一个不可能 你觉得不可能的东西 可是你在约束你自己 所以你即将会放下你这些烦恼跟担忧跟问题 然后你会往就是学习的上面去走 或者可以代表身体健康 照顾自己身体健康 所以变得越来越有活力 有动力 桃花如果你们是在问桃花的话 你们近期也会遇到你们的灵魂伴侣 你的灵魂伴侣比较像是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城镇的人 你们近期如果想要出国的话可以出国 如果想搬家的话可以搬家 如果想要买房地产的话可以买 如果要买车的话也是可以 只要你觉得你自己有无限的可能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OK 最担心的就是你把自己握在家里 那就不太好了 因为这个就代表你在家 你长时间待在家里会越来越负面 所以这里讲说蛮建议你就是多出去走走 改变你的心态 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多出去晒太阳 然后多出去运动 然后多出去做交通工具 然后多出去溜搭 好比你待在家里面 OK 因为你这里讲说不要待在家里面 这样子会约束你自己局限 给自己也放很多的枷锁跟局限 所以你们需要走出你的家 可以去旅行啊 可以去走走啊 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要一直待在家里面再近期 可是我看到就是你们整体的运势是其实蛮不错的 因为你们已经突破你们的框架在近期 所以我们继续看 近期你们会有什么惊喜呢 死神你们跟 你们跟17号一样戳到死神的牌卡 就代表就是你们的生活 你们的生活习惯有一个东西需要死掉 不是代表真正的死亡 而是死神的牌卡 尤其是在第一张牌卡是非常好的 如果就以我们这个主题第一张啦 OK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它是一个代表一个结束 才能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就代表就是你的正能量跟无限的可能性 OK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你需要放下旧的思维模式 就是正能量跟希望 就是正能量跟希望跟 知道自己可以办得到这种心态 所以假如说就是你放下了什么呢 对自己的不自信 对自己的那种 自我讲说就是我不可能 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力量的牌卡是逆位的 你觉得我没有这个力量去完成这个东西 没有自信 没有自我肯定 没有 就是 勇气 你会放下这种思维模式跟心态 跟感受 节制逆位就代表就是没有节制的在 给自己 讲不可能 这样反正你在约束你自己 所以你会改掉这个思维模式 这里讲说就是 你是可以的 我要给自己更多的鼓励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跟你自己讲不可能呢 如果还没有发生的话 什么东西都是可能的 OK 所以我们这里节制的牌卡 就代表就是有点过度了 有点过度的胆怯 胆小害怕或者不自信呢 你越是不自信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皇帝的牌卡逆位 就代表可能别人会想要控制你 你变成就是别人的一个 你比较容易吸引你来 narcissist 就代表就是 控制欲 操纵欲很强的人 就是 然后也可以代表就是 你可能想要去控制别人 因为你越是担忧 你越是想要控制 而反而就是 这种控制会让你 越是迷法控制 你越是控制 越很多机会就会流失掉 所以你会放下这种 心态 嗯 女济世的牌卡 你看Paul Jones 她是女济世的相声 为什么她是逆位的呢 就代表你需要放下这个思维模式咯 好运即将来 因为你有无限的可能性啊 对不对 女济世的逆位就代表就是 没有倾听自己的直觉 你知道Paul Jones她有多相信 她自己可以变成一个教皇 而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教皇 她的灵性也很高 她所里面拿着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 圣子 我讲圣子 可是这里讲说就是她也是一个有 有学历 有知识的一个女性 不代表有学历了 可是她是有知识的一个女性 也可以代表她对于塔罗有深入的研究 但是这里也可以代表就是也其中之一啦 可是这里也讲说就是如果逆位的话 就是不相信自己的直觉 不相信就是自己的第六感 不相信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不能看破你五个感官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讲求证据 我看到就代表成功 可是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背后在发酵 你不知道 她可能需要时间在背景背后 潜意识这种天时地利沦合聚集在一起 你才能用你的五官真正的感受到就是这个成功 跟这个可能性嘛 可是这里讲说你忽略或者不想或者可能 对自己的不自信而忽略掉一些直觉 OK 我们看一下 那呀 权杖六代表就是呢 有很多人会支持你的 你不用想多了 我觉得你想多了 很多人支持你很多人鼓励你 权杖六代表你会成功的 然后你的成绩是会被很多人看到的 圣辈皇后可能就代表就是 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对自己的不自信 会导致就是你没办法打开你的心 然后你不能给身边的人更多的爱 关心跟关怀跟慈悲跟通离心 所以他是逆味的 所以这可能讲说他也是如果你单身的话 可以代表就是这会影响到你的感情 因为你没办法打开你的心去爱别人 OK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你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可的 打开你的心给身边的人更多的关心关怀跟爱 钱币我也是代表就是有一种缺乏的心态 没有钱我被孤立了还被排挤了 还是别人不接受我别人不要肯定我 这里讲说在近期这些这件事情是会改变的 因为你有权杖六 这讲说不应该讲说如果一些事情达不到节制 达不到平衡的话你才会有缺乏的一种现象 OK所以要达到一个平衡 不要把事情看成黑与白把它看成灰色这样子 哎呀这里讲说就是宝剑吧 宝剑吧就代表爱我走不出去的 我没有办法的我被困住了 然后这个绳子绑住这个女性 然后很多的剑插车让她没办法往前走 这是一个新 这是他宝剑在尤其是在塔罗牌上面 是讲说就是心态的问题 想法的问题转个念想 你就会看到你无限的可能 权杖一代表不可能的 我这个新的计划不可能的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自我否定 都还没有开始你就自我否定 我不知道为什么OK 这里我是看到就是你有无限的可能问题 你这个占卜出现在这个你们选这个六号的是 你的运势是在的 只是你一直自我否定 或者不相信这件事情会成功 而导致你没有抓紧好这个运气 运气已经摆到你面前了 就好像就是有一个故事好像有听过 就是有一个人他飘在海洋上 然后他还是在祈祷 神啊请帮助我 请帮助我 然后旁边有人划船过来 讲说我要救你上船 然后这个人讲说不用 我不需要你的帮忙 神会来帮我的 然后神再派另外一个第二个人来 告诉他就是你要不要我来接你上岸什么的 他讲不要因为神会帮我 可是他已经派了两个人来了 然后他一直在等着神的闲话 可是神是已经派了两个人来了 可是他一直在等 等到他自己被淹死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呢 讲说你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你不要否定你自己 你转过回头看有很多人很多贵人的 OK 不要一直往小人这个负面能量去看 因为人生当中 如果你一直看向小人的方向的话 你的小人真的会越变越多 如果你一直往负面的想法去看的话 你的负面情绪就会累积的越多 你其实身边是有贵人的 OK我们就是要往这个贵人的方向去看 专注于贵人的东西 然后专注于好运的东西 然后相信自己是最重要的 这样子你可以无限放大你的可能性 因为你其实不要 我觉得你们这个选择六号的朋友们 你们很有可能小看你们自己了 你们太小看你们自己了 这里讲说你有无限的可能性 只是在月亮的拍卡 很多的担忧很多的恐惧 很多的告诉自己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什么东西是不可能 在我的经典里面 Luna老师的经典里面 是想我每一天都会告诉我自己 我要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如果我告诉我自己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因为没有人成功过 那我就不会开我这个占卜频道 这是真的OK 我是开了我占卜频道 其实那时候好像是2018年12月底的时候 开了我的占卜频道 然后我没有跟任何人 除了我大概四五个认识我的朋友讲 我看了这个频道 可是我这四五个朋友呢 他们都是讲英文的 除了一个是讲中文的 所以也是对我的频道没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也没有说他们只是表面上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支持你 所以大致上我刚开始开我频道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觉得不可能的 没有那开占卜频道来做什么 然后我也没有跟我父母讲 我等到五千个订阅的时候 好像一两个月还是三个月之后 开始做私人占卜的时候 我才跟我的父亲讲说 我开了一个占卜频道 我很有可能这个会变成我的职业 因为有人找我私人占卜 然后我父亲讲说你在讲什么废话 然后把那个手机拿给他看 然后看 他也不知道怎么反应 因为他觉得他心里面觉得不可能 所以不要相信别人对你的不肯定跟不可能 如果我真的相信不可能的话 我是不会开这个频道开了这么多年 ok 所以这里我是想要鼓励你们 就是不要不要否定自己 也不要觉得事情是不可能的 事情是可能只是要想办法而已 而且想办法而已 改个念头 改个想法 改个思维模式 或许可以办到 我讲或许是因为很有可能 这个这条路不行走的话 不能走的话 你再换一个Plan B 计划B 这个东西就会实现了 所以不要讲说 把事情看成我们所讲的黑与白对与错 因为很多事情如果我们可以以灰色地带 就是不是绝对的成功 也不是绝对的失败 为什么呢? 因为最终我们要达到 我们要到达 目的地 目的地是什么呢? 目的地就是我们 已经完成我们这一世的人生了 已经躺在棺材了 这到底是我们的目的地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我们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就是要探索这个可能性 不要把它当成是好与坏 对与错 黑与白 这是三维的一个想法跟能量 思维以上的能量都是呢 是讲说 什么东西 OK好 是不是有什么中间的可能性 不要把事情看成就是 你一定是绝对的对的 你是绝对的错的 这世界上 如果你可以换一个思维模式 你会找到很多的 很多扇门为你打开 因为其实在这个物质世界上面 跟灵性上面呢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而是继续的探索跟体验 所以不要因为你的这个绝对的 黑与白的这个想法 而阻碍了你 可以看到很多灰色的可能性 灰色不代表灰灰暗暗 OK 灰色是代表就是 如果我这个东西不成功 那我是不是要走另外一条路 改良它 然后越做越好 因为人就是要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进步改良 然后看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然后随着时间 又在进步 又在进步 灵魂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呢 是为了不断的学习 让自己的灵魂有所提升 所以学习并不代表 就是要去传统学校去学习 也并不代表就是 我看了你们下面的留言啊 讲说就是啊 我又不读书的 你叫我读书 不不是 学习并不代表就是一定要读书 学习可以代表就是 听人家的体验 听一下人家的 的这个经验 然后如何跟他们学习 因为有时候你听一听 你可以学到很多 就好像就是 我听一听 我去上一个课程 然后我听一听就是我的 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啦 他就分享就是 你知道人生当中 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看 你就会学到很多 尤其是他 在讲关于婚姻的 这个这一块 因为他是一个离婚律师来的 所以我从他的角度学到 原来离婚就是这个样子 你懂吗 所以我也学到新的东西啊 对不对 可是他讲了一句话 我虽然是离婚了 离婚律师 但是我 我还是要继续的 我们都要继续的相信爱情 这是他给我的一个 我想说 他以为离婚律师就是会 蛮负面的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让我有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 不要放弃爱情 爱情是很甜美的 OK我们看一下就是权杖三 权杖三逆位就代表就是 嗯 你的不自信导致你没办法打开你的心去分享爱 不管是对任何人的爱 我们爱不要局限于爱情而已 OK我们要把这个爱分享给每个人 所以这个爱呢 是代表就是 如果你没办法分享这个爱的话 你很难跟人家合作 你不能跟人家合作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创造出更多的东西 因为很多东西是需要人 集体去完成的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你在局限你自己 所以 哎呀又是圣杯舞 你跟17号也出到的圣杯舞 代表就是你不要一直看着你失去的东西 因为这里代表就是不平衡的东西 不节制的状况 而导致你会有这种心态 可是你不要约束你自己的可能性了 好我们这里呢是代表你的愿望会实现的 对你的愿望是会实现的 这是圣杯酒嘛 你的愿望会实现 然后你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因为他有很多的圣杯 那这个人有多满足 你不要想这么多 对人啊就是 人的脑 人的头脑呢 其实是一个双刃刀来的 可以是很锋利的 可是如果 如果你用这个锋利 你用这把刀去解决全部的事情的话 你会过得很辛苦 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用想这么多 你的头脑不用一直在转 要多倾听一下你的直觉 多倾听一下你的感受 因为这个圣杯皇后逆位 就代表没有倾听你自己的感受 要倾听你自己的感受 跟你自己的直觉 不要全部都是以你的想法而判断 那你不知道为什么 17号也是一样太阳牌最后一张牌卡 代表就是你的运气 运气会改变的 太阳牌的最后一个牌卡 代表成功希望以及幸福快乐 跟正能量 提升自我的能量 很多的可能性 OK我们看一下就是你的这个 爱我牌卡 如果你们要购买我的爱我牌卡 你们可以去买 因为现在大减价 因为我要清货 如果你们可以帮忙我 清一下的话 因为我不想要一直把这个牌卡 放在我家里 我要清货 就是清一下 你们可以去我的网店去购买 所以这个爱我牌卡 是宇宙50条的信息 你可以到我的网店 可以到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去看一下 放下你的自尊心 你的自尊心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不自信 所以你一定要握住你的自尊心 可是 对人是要有一点自尊心的 可是 不要把事情看成是自尊心自信与否吧 所以讲说要给自己 要先告诉自己我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有我有的 我相信我自己 你要对自己有更多的自我肯定 一旦你有 有对自己有很强大的自我肯定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人生一定会改变的 因为我们这里这两张牌卡就是这样子讲 OK 接受你是个生活在地球的人 不要一直在幻想幻想幻想 想这么多没有用 你要有实际的行动 我们语速法则里面有什么12条基本法则其中一个行动力法则 不要只是想想想你要有行动力 然后放下你烦躁的情绪 对不要给自己徒增一些烦恼 没有没有必要 我们要把能量跟专注力放在可能性上面 无限的可能性 花时间沉浸沉浸在大自然中 你会释放你消极的态度跟负面的情绪 这会走进大自然 如果可以在大自然 在公园里面走的话 其实会稳住你的海底轮 然后你也不会这么负面 因为人通常比较焦虑 比较担忧 比较负面 是因为他们的海底轮不稳 海底轮是跟你的生存 跟你的生存 如果你觉得我是满足的 我是开心的 我是快乐的 你就会比较正面一点 所以大自然是一件蛮不错的一个建议 爱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看起来我不知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讲跟爱有关的东西 可是六号的朋友们 真的爱是一种生活方式 爱是一种感受 爱是一种分享 爱是一种体验 所以我们要打开你的心 不只爱自己 要爱你身边的人 因为当你没有办法爱自己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爱你身边的人 所以要先学会怎么爱自己 对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是自我体验的一种分享 你要学会怎么爱自己 不然你的心是封闭的 你很难去爱别人 你会觉得你爱别人是一种爱 可是变成你其实是在 紧紧着抓住他 因为你 你 你没办法爱自己 你希望这个爱可以 从别人身上给你 可是那是一种焦虑 而变成你在依附于别人 紧紧抓着别人 而你紧紧抓着 这是爱的表现吗 这是我自我反省 自我反省的一个 不是自我反省 自我反思的一种 结果 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帮到你 可是这是我自我自我的感想 OK好我希望就是有帮助到你们 那我们会继续看一下选择 10号的朋友们 选择10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呢 你有什么惊喜啊 或者就是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Fragia她是一个很谨慎的一个女生来的 因为她呢最主要专注的东西就是她花时间 她是如何花时间 她有没有充分的把时间花在需要的跟正面的事情上面 跟重要的事情上面 对她来说时间是非常的重要 对她来说就是如果她真的想做她答应人家的事情 她真的内心深处觉得她要做她才会讲yes OK这里讲说就是 I only say yes when it's a holy hell yes 就代表就是如果我要讲我真的要讲yes的话 她是一个真正真正的yes OK所以这里 Fragia可以代表就是她做事情是很谨慎的 她安排时间是很谨慎的 她答应别人的时候说到做到 如果她心里面觉得我不要我不要那就她会拒绝 所以呢这个代表就是你近期的惊喜就是 你你会开始学会就是更好的安排你的时间 又或者就是你会懂得开始拒绝别人 你对于你不要做的事情你不会客套了 这对你来说因为你拒绝 你真正直接的拒绝的话 你会省下很多的时间 而不会跟人家在那边周旋 而让别人就是给你很多的烦恼 我之前也有烦恼 我的烦恼就是我没有直接的拒绝别人 导致变成了我的烦恼 别人的烦恼变成我的烦恼 因为我不懂得拒绝别人 因为我的太阳是天平座 我的水星也是在天平座 所以变成一种问题 所以我也是在学习就是如何直接的拒绝别人 而不要伤害别人 所以在这边周旋 在这边周旋 你懂吗 如果你想要 你想如果你可以直接拒绝别人的话 你会省下很多的时间 不在那边这边 来回来回这样子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你近期会有什么样的 惊喜 当然你我们看雷诺曼牌卡 当然你会省下很多的时间 时间很重要 为什么时间很重要 我知道很多人讲说在 我们所讲的在灵修上面 在宇宙上面 宇宙是没有时间的 可是问题是 问题是就是人是有时间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一世 当然如果你要投胎到下意识 你要下意识完成的话 当然可以 可是投胎这整个过程真的是 有点琐碎有点麻烦 可是也需要经历很多的 很多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要珍惜我们在这一世 所以我们不要把东西带到下一世 的话我们其实我们 其实人类其实是有一个东西 叫做死亡的 生老病死 对所以我们是有时间限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时间很重要 很多人讲说这是什么 时间就是金钱 不是的 时间一直不断的流失 是因为死亡这件事情 而你会结束在这一世 你的灵魂是永恒的没有错 可是你知道你要投胎多一次 再去完成一样的课题 你知道投胎 我们投胎了之后 我们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就叫做就是需要从婴儿宝宝喝奶 长大去幼儿园 然后12岁之后 你才能真正的有自己的思维模式 你回想你小时候长大到你12岁的时候 你要经历什么 对不对 你还要再重复那个过程 然后再得到你想要的吗 你还可能你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 你又要学一个全新的语言 那有些人的语言能力不是很好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前世没有在这个国家生活过 所以这导致就是需要再重新学一个语言 然后又很辛苦 对不对 又要再经历你这个 这个十 我们讲说十年的义务教育 哎哟 为什么不要在这一世完成你要做的东西呢 对不对 所以时间是很宝贵的 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一世 不要等到下一世才去完成 我们看一下就是你近期有什么惊喜呢 戒指的牌卡 戒指代表婚姻可以代表合作合同合约 就是这些月亮的牌卡 嗯 树的牌卡 OK 蛇的牌卡 因为这个是惊喜嘛 不是一个负面的占卜 我前面感应的是非常好的 嗯 OK应该是这样讲吧 如果你们是在找寻爱情的话 你们在近期很有可能会遇到你的结婚对象 你的正缘 而他是你们的感情会非常的浪漫 月亮的牌卡代表非常深厚的情感跟浪漫的感情 树可以代表他是你的灵魂伴侣 是很深的那种灵魂伴侣 前世有因因果的 所以刚才可能我有一点在提到就是这个连接到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这里蛇的牌卡可以代表可能你的灵魂伴侣还有现在在跟另外一个人交往 或者就是现在有一个第三者或者你你你你就是第三者不是你是第三者 也不是他是第三者 而是实际未到 可是蛇的牌卡可以代表就是可能你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可能有多一个人也喜欢你这个对象 可是好就好在蛇的牌卡也可以象征着你自己会在你的另外一半的前面 你会凸显出你是非常有魅力有性感的 因为蛇有一个好的好的解读就是一个性感有魅力的一个女性 或者会跳舞的女性 如果你会跳舞的话你会完全吸引你的对象 所以我们看一下 当然这里讲说就是可能在你的那情人眼里出息是他会最终选择你 ok 蛇的牌卡加上鞭子的牌卡代表就是可能有竞争 你咯这是你咯有竞争咯你觉得啊这个为什么我喜欢这个人有竞争 不是你当小三咯这是我没有看到因为这是一个惊喜可是有竞争 你的胜算会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你先跟他当朋友 所以你有一个稳固的一个基础 所以最后我会选择你 这也是其中一个 如果你们讲说啊我结婚了 我结婚了我没有要找感情 这里讲说就是合作合同合约 这个合作合同合约是很多人在征求的一个案子 很多人在在申请的一个职位 所以要好好的照顾一下你身体健康 因为这里讲说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 会有问题 可是因为你非常爱这个工作 你要给人家看到你很爱 然后很有热情啊他们最终会选择你 他们选择你的原因也是因为你的你的 你对于这个这份工作的热爱跟热情 所以在众多的这个竞争当中呢 他们觉得你最可靠 可能你有做更多的功课 你在申请这个公司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他们的公司文化 你去看一下就是他们需要的技术技能 很多人聘请他们忘记了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公司文化 他们有时候讲说我要这个技术技能 技术技能当然是最基本的 你一定要有这个技术技能 可是他们最重看重的就是你能不能融入这个公司 尤其是他们你没有了解这个公司文化的这件事情 你们在这方面是有做功课的 给这里讲说就是你 这里书的牌卡可以代表就是 这个工作很有可能是看你的学历 或者看你的技术技能 尤其是你的技术技能 书的牌卡也可以代表你有在做功课 在这个公司上面做功课 很多人忘记就是要你申请的公司你要在 你要研究一下这个公司到底做什么的 而不是只是投履历 OK 不然变成海底捞针你到底在捞了什么 你不知道你捞了鱼骨头还是到底捞了珍珠 可是很多人就觉得就是 嗯 那个聘请你的人 看到就是你在这方面有做功课 所以这个工作最后会给你 如果是在问爱情的话 这里讲说就是你会脱颖而出 因为 这里讲说很有可能你暗恋他一阵子 也很有可能就是你没有这么明显的表现出来 你对他有一些欣赏 最后会变成你 因为你是 你是那个 朋友 朋友开始做起 所以 那太阳的牌卡可以代表你最后在竞争过后你会成功的 那这女子的牌卡跟这个男子的牌卡 在这边 恋爱关系 在沟通 在聊天 你们是能讲心事的 如果单身的朋友们 你们是可以跟这个人讲心事的 所以最后 再怎么看外表都比不过你 因为你是走心的 你是走灵魂 你是走心灵交流的 这个人是走外表的 OK 所以他只是很表面很肤浅的一个关系 所以最后还是会选择你 如果是公司的话 所以讲说他们会觉得跟你侃侃而谈 发现到你很诚恳 你可以相信 这是最重要的 可以信任 然后会跟你谈 然后会给你这个工作 然后的牌卡 你怎么错到了三的牌卡 最后一个牌卡 十二的牌卡可以代表这个问题 会变成你的一个阻碍了 会出现在这个账卜里面最后的三的牌卡 很有可能是你没有意识到有这个问题 很有可能 所以你看了这个账卜之后 你把这个阻碍给拿掉了之后 感情如果感情是你要的话 你就会得到 找工作你就会得到 这也包括就是如果你在谈生意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你有做功课 所以这个生意我最最终会给你做 这里也可以代表就是你要看清楚 这个阻碍是什么先 你看清楚这个阻碍 透过这个占卜看清楚的话 这个阻碍你去除了一切都顺畅了 好我们看一下塔罗牌卡 这里 因为这张牌卡代表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 或者输不到你要的钱 可是又紧紧握着不放 然后很多人都要伸手跟你拿钱 或者很多人要你的时间 这里又回归到就是你会不会拒绝别人 有人跟你借钱你能不能拒绝别人 有人要你花时间陪他 可是你知道明知道陪他是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些人真的很闲你懂吗 所以变成就是很闲的人 约你出来你就要浪费时间陪这个很闲的人 因为他很闲你懂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如何拒绝别人 也不是看一下你要懂的如何拒绝别人 我已经讲了就是比较直接一点 因为如果你不懂的拒绝的话 你浪费钱你会觉得就是我钱用越拿不回来 你花时间的话你会觉得你浪费时间 最后就是这个人很有可能没有没有相同的回馈 你知道吗他就是在浪费你时间 没有相同的回馈 然后你会觉得就是我在干嘛 然后他很有可能你需要陪伴的时候他也 他你应该讲说他需要的时候他要你出现 你出现了未必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他会为你而出现 所以你才会有这种遗憾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在这种东西上面 你这里的月亮的牌卡是代表你害怕拒绝别人 害怕焦虑恐惧你要克服这一点就是要实话实说 你讲yes 你就是真的在答应别人 ok 这里讲说道调人就代表就是你太 太有同理心了吧这里 你一直在想着别人在想什么 你一直在想着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什么之类的啦 ok 这个人跟你没有关系啦老实讲 你只要管你自己的口袋跟你自己的时间就好 不是讲说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可是问题是你要懂得分享给 懂得分享的人 而不是分享把你的时间跟钱分享给自私的人 因为他很自私他如果他借钱不还的话 他自不自私他自私吗你干嘛要管他 对不对他这么闲啊然后要你去浪费时间 然后他再把他的负能量丢给你 这这是体量吗这是有同理心吗当然没有嘛 你讲说你不需要跟人家吵架而拒绝别人就讲说 如果有人讲说我要借钱你讲说我最近手脱也很紧也没办法借你 这是很直接可是 这是很直接我讲说手脱很紧我没办法借你 我跟你讲理由啊 理由不一定代表要需要是真的OK 再来就是如果有人想要你花时间 就是他很闲你约你出来 你如果不想浪费时间 然后你可以讲说最近我的工作很忙 因为实际上你们好像是很忙的一群人啊OK 所以这里讲说我时间很忙也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下次再约 可是如果他下次再约你讲说真的没办法 这几个月很忙你就推脱掉了 好过你在那边拖拖拉拉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 就讲说你没空嘛 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给自己爱 然后给重要的人更多的爱 因为胜被益 这也是代表就是你可以把这些时间 把一些不需要的人 把重心放在不需要的人身上 你把它放在你感情上面 你的感情就开花结果了 如果你要找桃花的话 因为你一直把时间放在不知道什么状况 所以变成你的没有桃花 你要懂得怎么截止 截止你自己的时间 平衡你自己的时间 平衡你自己的生活 不要做得太过 钱不需要借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些综艺节目很喜欢 叫偶像 打电话给他另外一个偶像团体的人 然后跟他借钱 然后这是什么梗 对不对 为什么友谊需要靠借钱 而证明自己的友谊呢 如果这个友谊他不还你钱 这个已经证明了这个人 这个人 不是个朋友了吗 如果他借钱不还的话 可是我们为了避免这种纷争 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最好最开始就不要借了 因为你等一下很有可能就是十有八九 十有八九就是 你借的钱永远都还不了 所以我每次有人跟我借钱的话 尤其是借钱吃饭 我讲说不要啦 我请你吃 我直接就请他吃饭 你这样子 我不用跟你那边 尿尿尿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 太多的钱我是不会借的 我是觉得要么就是给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给啦 不然这个友谊要怎么延续下去 这个人际关系怎么拉扯下去 这个亲戚关系要怎么持续下去 这个亲情要怎么持续下去 你要么直接给不要借 不要那么拖拖拉 时间就不要浪费在别人的时间上面 你身边是有一些可能脾气不好 控制予很强 操纵予很强 想要让你内疚的一些人 离开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 他们就是想要让你内疚 他们可能甚至是一些 social path跟psychopath 你不知道 ok 就是心理不平衡的一些人 才会让你感到内疚 你付出再怎么多 他们永远都不会满足 然后你明明付出很多 他们还让你内疚的人 就是有问题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可能会让你觉得 你这样子在勒索你 情绪勒索你 这又不行 你会看到很多人 这种人你最好远离 不用把时间花在他的身上 这种人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他们会想说我支持你 还是我很关心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可是问题是 你造成了我的不便 这叫关心吗 对不对 这个你要问一下你自己 好这里讲说就是你觉得 这个人际关系 我永远处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 不懂拒绝 什么之类的 这个是你 你你你你你 你自我的 约束 你可以拒绝的 我这里鼓励你拒绝别人 刚开始你会觉得不适应 因为你觉得好像有点天塌下来的感觉 可是过后你会发现到 哎我的爱情来了 我的人际关系变好了 我的人际关系变得很多贵人了 很多人愿意伸手帮助我 你看那个改变 你知道吗 要懂得先拒绝别人 这样子好的东西就会出现了 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我是天秤座 好这里呢 这个圣杯是从 代表新的感情 代表新的人际关系 爱你的人 你才能真正的删选说 真正爱你的人 关心你的人到底是谁 真正爱你 关心你的人 不是靠嘴巴说说的 他是用行动来说的 而是行动来表达的 ok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 你不需要管这些 缺乏的人 我们讲的 英文讲的people of lack people of lack 就代表他们是缺乏的人 想要从你身上一直不断的索取 不断的索取 索取你时间 索取你的金钱 对 我们不 我们你知道吗 你每天一起来 每天一起来 你失去的是什么 你的时间 时间什么 你在失去你的生命 因为人 我刚才最初讲的 人的时间是定义在 人是有这个生老病死的 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们时间都不够用了 他要管这些缺乏跟负面情绪的人 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要继续往前看 往前冲 然后往更好的方向走 我们有权杖五 对啦 因为你拒绝别人 别人会觉得就是好像被你抛弃了 什么之类的 这是他自我的那边自摧自脸 你不用那边自我可怜 你不用 你不用 在这些能量上面付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还是去感受什么东西 就直接 就直接不合作了嘛 就直接把这个人断言了 没必要啦 为什么要把负能量的人放在身边呢 我是觉得没必要啦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继续看一下 好我们继续看 别贪心贪婪导致羡慕 我不知道你贪心什么啦 可是这里讲说也不是要贪心啦 OK我们看一下啊 打坐观察你的想法和情绪 先别阻止这些思绪在你脑海里流动 然后放下这些负面的想法 OK啊这里讲说就是你贪心 你不要太贪心你的时间 哎呀我不管你啊什么 我们我们讲说就是 对不样的人要有不样的一个态度 如果人家对你不好的话 你对人家好 不是应该是这样说 人家对你不好 你不需要对人家不好 OK就是讲说就是OK 我们保持尊重的距离 OK 所以这里讲说别贪心咯 因为属于你的东西就是属于你的 不属于你的东西就是不属于你的 也要学习怎么分享啦 不是代表就是啊 这个这样不是叫我变成自私的人 不是的 好我们看一下你是为创造者 你创造自己的现实 对咯 还有就是你原本是一个高能量意识高的灵体 还有这个放下你的自尊心 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应征在你的生活当中 可是这里讲说放下你的自尊心 好这个爱我拍卡呢 我现在在清货 如果你们可以帮忙我就把这个清这个货给清了 我现在有大减价你们可以去我的网店去购买咯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选择二号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要购买我的爱我拍卡的话 帮帮忙 给帮忙清货 好我们继续看二号 选择二号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 近期有什么东西会让你感到惊喜的 然后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你期待的 好Fatima the mother of Imaz Love is my lineage and gratitude is my religion Fatima其实就是我们的宗教里面所讲的 Mohamad的女儿叫Fatima OK她相信爱就是我的传统 然后感恩是我的宗教 OK 然后我在做这个章谱之前啊 其实我看了一个影片 就是真的在做这个章谱之前啊 我看了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是讲说那个标题是讲说就是 中东跟印度他们在拒绝让女性读大学 所以我看了一下这个影片 然后他最后这个影片总结的一个东西 让我觉得很惊讶 就是他讲说就是世界的第一个大学 其实是一个女伊斯兰教的一个女性 女伊斯兰教的女性成立的大学 他的父亲呢在过世之后留了很大的遗产 很多的遗产给他 然后他就在Moroco的时候 他就在Moroco 然后他就创立了就是世界第一间大学 所以其实创立大学的是女性来的 还是伊斯兰教 而现在很多伊斯兰教的一个那个国家 他们不让女性去上学 我是觉得很很惊讶 我是觉得很惊讶 而这个女性呢 她的名字就是Fatima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看完那个影片 我来欸怎么有Fatima 可能就是看了有时候我占卜啊很奇怪的就是 我会透过影片告诉我的这个私人占卜的顾客 就是欸我我我我昨天还是前几天看了这个影片 有个信息对应到你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影片的信息告诉你 所以我很有可能在还没有替你们占卜之前啊 很多时候我都是看影片中的一条信息一条信息 所以传递了这个重要的信息给你 所以换句话说什么禁忌有什么惊喜 近期的惊喜我不知道是你要帮更多的女性发言 就是帮这些不能读书的女性发言还是怎么样的 还有就是我们要感恩我们所拥有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一生下来他的环境会给他 不管你是男的女的不可以因为你是女的 你就不让人家去读大学嘛 不合理嘛对不对 每个人不管男女都应该要有自己的自由 因为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成是男的女的 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人 人应该是有选择的权利的 如果可以拥有教育的话 教育其实 为什么别人会说就是不给女性读书啊 就教育实质可以认识更多的东西 没有变成井底之蛙这样子 头脑要开发一点嘛 不然我不知道 如果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 可是在讲说爱就是我的传统嘛 就是Fatima是充满爱 对于每个生命 包括人类跟动物都要有爱啊 就算是狗啊 他现在狗都有什么狗的学校在教 狗怎么生出他的毛掌啊 你看连狗都有学校 为什么女生不能读大学 我搞不清楚咧 OK我真的是感觉到就是 可能就是这是你们的呼唤 就要帮助更多人发生 对于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啦 嗯 搞不清楚 好这里呢 我搞不清楚是对于这个 女性不能上学这件事情 因为 然后那个影片也讲说阿富汗也是 就是 女性只能读书读到12岁 为什么 12岁我们学到的东西很基本耶 为什么不能上学 还有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案子 就是那个印度有一个女医生被强奸 然后谋杀嘛 然后有人发言就是女生不应该去读大学 女生不应该当医生 可是我身为一个女性 我比较想要看女医生 胜过男医生呢 所以女医生是必须的 难道男生要去看医生 他们有选择的权利 女生就不能选择我们想要去看女医生嘛 而我们需要女医生的话 我们需要这些女性去读书啊 不可以 因为就是你找不到一个伴侣 而把这个错怪罪在女性的教育上面吧 很奇怪吧 OK 我是觉得很奇怪啦 尤其是妇科妇产科 我们一定是要比较喜欢看女性嘛 对不对 女医生嘛 我们不想看男医生 一定是指定女医生嘛 很奇怪 这整个逻辑 然后如果 更奇怪的是 如果是看妇产科的话 我现在是在跟你们在那边唠叨 是吧 如果是看妇产科的话 有谁比女生更知道自己的身体呢 当然是我们女医生 我搞不清楚呀 当然我不排斥男性的男医生去做妇产科啦 可是 妇产科一定要有女医师啊 来做这个研究嘛 对不对 又不是男生的身体 你可以 你可以身为男医生 我不反对男医生做妇产科 男医生 可是如果全部的妇产科都是男性的话 这合理嘛 你研究了一个女生的身体 可是你没有这种感受啊 你不知道来 那个 每个月来那个 精痛很痛 对不对 你不知道生小孩的痛 当然就是需要 我现在还没有生小孩啦 可是 对啊 很多东西是需要体验你才真正知道啊 你什么 我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就是要 约束就是女性的教育呢 这很有可能就是 选择 二号的你们 可以 发生的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 就是感恩就是自己有 受 受教育这件事情 不用 有这个选择性就是 读书读超过十二岁 十二岁之后还是可以去升学的 还有就是爱 人与人之间要有更多的爱 更宽容啦 不一定代表就是 你是什么性别 你是什么种族 你是什么宗教 你就不可以 什么状况 好我们继续看 可能就是你们在这方面需要 我们这个标题好像是讲说什么惊喜 给我们看一下什么惊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们出道的Fatima 可是感恩的心会给你们更多的正能量 可能会有不错的事情发生 可是我要继续看到底是什么不错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你看到了很多的问题 而你这里有女子的牌卡 然后这里Fatima 不是这个Fatima 另外一个Fatima 他讲说就是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开大学的一个 第一间大学是一个女性开的 所以基本上是讲说就是可能你发生了之后 为女性而发生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方向 这个新的方向很有可能是跟旅行海外 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城镇有关的 你看到的一些问题你发生了 这个我们坟墓的牌卡 这个我们坟墓的牌卡 链刀的牌卡 欺骗隐瞒 对了就是这帮人家发生 然后这后面是为了什么 是在掩盖什么 是在操纵什么 你发言就是不给女生读书这件事情 是你的自卑感吗 还是你的无能 你才发生发这种言论 好这里呢就讲说 这个是代表灵修 可以代表身体健康 也可以代表妇产科 我看他好像有 这也代表妇产科 到底跟你们的浴室有什么关系 我继续看 近期有什么惊喜 你们的惊喜就是可能 会学习到很多很多 关于就是海外 的一些信息 而不是约束于自己的文化 你会发现到就是 我的文化是这样 另外一个国家 原来有这样的约束 另外一个国家 可能有什么样的东西 我有这样的文化 你可能对很多事情 有其他的领悟跟看法 而这对你未来 可能会有极大的帮助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上 他们在发言就是女权主义 其实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去英国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女权主义 可是我是低调的 因为问题是我发现到 英国他们的女权主义 都是蛮 有时候是蛮过头的 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跟自利 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女权主义 我们就是要发生 为这些不能上学的小女孩 去发生 为这些 在家里面有暴力倾向 的这些小女生 女性 不管是你的另外一半 对你有家庭暴力 还是就是你的家人 对你的家庭暴力 这种男女不平等 这件事情 而说到的这些 所以我是低调的女权主义来的 可是我没有真正的发表过 因为我如果高调的发表 好像变成就是 我在支持这些自私自利 为了 因为有些工作真的比较多男性 是因为男性比较强壮 就譬如讲说 警察跟军人之类的工作 跟搬装头那些装修的那种建筑的工作 是需要男性 所以我是觉得 男女之间的这个身体的结构本身就不同 可是有些女生她可能比较强壮 所以她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不觉得就是需要去争论 就是一些行业需要有更多的女性在里面 因为在身体结构上面 大部分的 我们是偏大部分的女性 可能没办法扛得起这个体力 我不是讲说每一个女性都是这样子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 可是我是觉得就是不用全部的东西都是平等的 不需要全部的东西是平等的 我觉得就是只要你适合你就去做 可是剥夺教育 然后家庭暴力这种东西 不能出门 要几点到几点你需要回家这些东西 还是需要女权主义 然后帮忙 因为我们家里面有我们的母亲跟我们姐妹 对不对 我们的家人 搞不清楚就是女权主义 你不给女生上学这件事情 你也是在不尊重你的母亲 不是我们每次唱歌有一首歌叫做妈妈很伟大的那首歌 对不对 妈妈很伟大为什么你不给你妈妈上学 我想问一下就是有这种想法的人 对不对很奇怪 女生要有高等教育就让他们有高等教育 因为他们有能力为什么不呢 有没有爱到你 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 好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月亮的牌卡 嗯 OK 近期你的惊喜就是你对于很多的人失误啊 可能你探探索这样的这一类的课题啊 然后你会发现到就是对于很多的生命会有更多的爱 这对你的灵性上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这里也讲说就是可能你也会帮助很多的女性 不只是帮助女性 你也可以帮助很多的小孩 小孩不分男女小男生小女生 所以我们所讲的就是父女跟小孩嘛 对啊 因为他们 嗯 所以这里讲说你对于这类课题会有另外一种领悟 可能对于其他人会有更多的同理性了 嗯 可能你你的 你会在这方面可能会做出一些贡献 你的惊喜就是可能像我这样子 会觉得就是 哇事情有这么严重啊 因为我看了一个内地的博主她去阿富汗了 然后我看了那个女生很聪明 她在那边在阿富汗建小学 所以我看到那个女生很聪明 可以在家里面读书 虽然有点遗憾我不能去学校 可是她们现在 如果她们是不能去政府学校去读的 可是可以去读私立学校 可是如果这些女性连私立学校都读不了的话 为什么人要剥夺她们的权 她们的能力呢 我是觉得 可能在这方面会让你有一种新的领悟 新的看法跟新的观点 就整个会对于很多事情保持感恩的心 然后可能对于很多事情会有更多的爱 你的惊喜就是近期你会对于很多事情是感激跟感恩的 感激跟感恩跟爱是一个很高的吃产能量 好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我之所以会提到女权主义是因为我的这个 我在英国的时候啊 我的这个朋友 她写了一个论文是跟女权主义有关的 可是她的论文一直不及格 因为她不知道女权主义是什么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可是我又不要泼她冷水 可是我又帮不到她 因为她是读流行音乐的 我是读experimental电子音乐的 我很难帮她就是写帮她的论文 老实讲 因为两个虽然是音乐可是不同科系嘛 她写关于就是女权主义就是那些 歌手辣妹什么之类的 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 以前真正在打拼把女权主义 就是这个活动啊 就推广这件事情 就是让女性可以多一点教育 然后可以出去工作 然后有自己的一笔收入 这样子女性才能有自己的说话权 到如今呢很多的谋杀案都是跟 都是自己的另外一半而造成的 或者前任造成的 所以如果连这个能力都不行的话 那你要如何保护自己呢 对不对 对咯怎么 所以我才会提到 女权主义这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 权杖五 跟孤人的牌卡 可能这个 我不知道刚才那个 讲解到底跟这个有没有关联 如果有关联的话是讲说就是 你会发现到 世界是有很多的人在争一些无所谓的东西 这世界才真无所谓的东西 就是没事在挑事情 然后把事情放大 愚蠢 这些都是蛮愚蠢的东西 你会看到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来自于就是人的脑筋 可能没有开发还是什么之类的 因为觉得就是很愚蠢 愚人的牌卡就是你骂 真的吗 Are you sure 或者就是你会发现到 很多东西的一些言论 其实是没有倾听自己的知觉 灵性不高 可是又讲说就是 自以为厉害的一个状况 钱币王后可以代表就是被剥削了金钱 被剥削了稳定的生活 被剥削了可以工作的机会 这世界有很多的很多的人是不想合作的 所以他才会发不想要就是不合群吧 有种反社会人格的 有什么感觉到 不会沟通 因为源自于就是他们的家庭 其实很不幸福 做法 我没有想要做 和男人需求 最后的那种给一个人了 所以我会发现到 这个机会 然后来跟你们做这个占卜 所以这很有可能是给你们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可能这个信息可能是让你看一下就是人 跟命运之间的关联跟联系 这个 这个领悟是给你们自己去发掘的 有一些人是身不由己的 可能你对于这些身不由己的人可能有多一份的 同理性 更多一份的慈悲性 对这里讲说就是 更多的爱 这里讲说就是你的心 心轮是会打开的 因为发现到爱不只是局限于你自己的家人 你可以在远处 给他人正能量跟爱 在灵性上面你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跟突破 对于爱你会有更多的见解跟见地 对感激跟感恩你现在生活当中所拥有的东西 你会更加的感激跟珍惜 我们继继续看 多两张牌卡 就算是 就算是 有一些比较偏激想法的人 他没有 没有办法打开他的心去爱 关心别人 你还是会有多一份的那种 慈悲心 因为你会 把事情看的 可能是他 魔鬼的牌卡 可能他的心地就是这样子 或者就是他的成长背景 他的家庭背景不好 你会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 而不是 以一个角度 一个方面去看 一些人的 个性跟他们的想法跟观点 就算 比较偏激一点 你有多一份的慈悲心去 也不是讲说体谅吧 也不是一种同情 而是一种慈悲 好 接受你是一个生活在地球的人 好我的这个爱我牌卡呢 我现在在清货 如果你可以帮 帮忙 你们可以帮忙一下 清货的话 现在有一个大简价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店去购买 这个 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帮帮我去 把这个牌卡给清货 OK 所以这里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接受你是个生活在地球的人 你可以改变你的未来的 不要批评自己 可能这个领悟呢 会让你觉得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人 人有各式各样的 而你是生活在地球 所以你会从 不一样的面向去看事情 不要批评自己 可能这个 在教你就是不要批评你自己 放下你烦躁的情绪 还有就是平衡你的生活 好我希望这个账博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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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